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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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來到關人講事 早前何君堯在Facebook 公開了張他在法庭內的自拍照 引起大眾關注 罵爆他 你身為律師,竟然知法犯法 明知法庭是不可以拍照的 竟然都拍照,還要公開出來 他又覺得沒什麼 他說這樣做是沒有惡意的 所以都沒什麼問題 司法機構就說 把這件事交給警方處理 然後何君堯 就在Facebook 說其實一直都有 分享 工作的情況 沒什麼問題 但他說見到大家有意見 唯有尊重大家 暫時就閉嘴 喂,大哥 你作為律師 大家都知道 在法院範圍內是不可以拍照的 就算你有意後好 沒有意後好 這樣也是一樣是犯法的 你身為一個律師 你怎麼會不知道的 何君堯 你作為律師知法犯法 好人很令人懷疑你的律師牌怎麼考回來 你到底有沒有讀書 有沒有溫書 無論你有沒有惡意 有沒有惡意都好 那裏不說明 不讓你拍照 拍照是犯法的話 那你拍了就是犯法的 你到底有沒有什麼意圖 對不對 大哥 你這麼簡單 這麼基本的東西 你作為一個律師 是一個專業的 是一門專業的職業 對於你自己的職業的操守 是很嚴謹的 喂 你連一 這麼簡單的東西都做不到 你學什麼人做律師呀 那來近今年的9月 立法會選舉 那大家希望 希望大家 就出來投票 不要不投票 不要說 這樣那樣 又要上班 又要做朋友看電影 這樣 花一點點時間 十分鐘左右 這樣 為了香港 為了你自己的未來 為了大眾 那就投回一票 負責任的一票 多謝各位